这些关系的集合 关系是Node之间 或是Actor之间 它们有某些关系 如果要定义的话 注意到任何一个东西 你都要 要看看它的定义 回到它定义 回到这个Basic的时候 然后再往下看 就不会脱离 如果不看定义的话 就会容易脱离 当然这是最基本的定义 后面再次深入一点 所有Network的History 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会看 都会谈到 1967年发现 Small World Phenomenon 然后接下来很多 然后很多数学的 数学的进展 1998年 这个WATS的这个Model 等一下我们会看 在所有Network的Model里面 Clighted Dynamics of Small World 就变成发现了 一直到数学的Model 等了30年 还有数学的Model起来 这个WATS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WATS跟Striker Gate's的这个Model 然后下来很多 Frenster其实已经 已经这个 但是在 它虽然比较早出来 它没有像Facebook这么 但基本上在历史上 它们定位 当然是比较早一点 这边也没有人有Frenster的账号 除了申指线以外 其他人没有 当然没有 去过菲律宾的人 大家就有 菲律宾的这个Frenster 是最 popular的Social Network 所以我可以帮忙我们做很多事情 分析很多事 等下我们会看一看 这个分析 当然跟人脑 人脑是有关系的 等下我们会看一下 我们刚才讲上面的这个 Client Dynamics 这个数学的Model 其实它不是分析人脑 它复习是分析这个 虫脑 不是开心的脑 是那个线虫 就是一个线虫脑 就是这个 在想到就是 一种虫的脑 事实上你就用做那些方法 可以可以来做做model 这个我们等一下后面会看 那这一般来讲 就small word这个非常来讲 来看 就是说 呃我们有有几种不同的 random的 然后这个small word or regular 这我们后面再来看 random的是最 那strong league 跟 weak league 这两个概念 我想大家会 应该要有 那然后 relationship跟type的这个不同 那我想这个type 基本上是one or more 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就是一个type 那times呢 times就是 他不是type times 就是我们两个之间 如果 关系越复杂 就看了韩剧什么 他们的times就很多了 这个两者之间 这个死掉又活 活掉又发疯 有什么 又这个 又 又换好几个名字 那个那个 他互相那个times 就很多的关系 那他relationship 我现在一种一种relationship 那 relations 这个one mode two mode 稍微知道一下 one mode two mode network的话 就是one mode 就是我只有actor 我只有一种node 那种node都是actor 都是人 都是物 都是这个group 一个actor 一个node 那true mode呢 true mode network就是 除了那个actor以外 他还有另外一种type的node 就是event 人跟 他有两种node 在 在这个 true network里面表示 后面应该有图了 这个 egocentric egocentric egocentric就是 我有中心的 ego就是我自我 自我为中心的 这个网络 等于我有一个hub 有一个核心在这里 ego ego 的这个 网络 等一下应该有图 那relationship的 格式 跟relationship的形式 跟它的内容 这些我想大家就参考 各种不同的 各种不同的relationship 各种不同的 那这个我让详细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如果 你看头影片 如果看不懂 就看一看这个 这个系统的 那一次的 那 今天我想要 谈比较后面一点 那 serial network的data 这个 complete ego 有一个中心的 有一个核心 ego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有不同 这两个有不同 这左边右边这两个不同 one mode跟two mode one mode two mode one mode就是它里面 这边只有一种node 对一种actor 那two mode的话呢 它除了actor以外 它还有什么 那你看两种 两种颜色 这边有 这边有这个node 这边的node 不太一样 这是四键 就是它有node 跟四键的结合 把四键加进去 就两个mode 那它比较复杂 分析起来比较复杂 一般来讲 one mode 分析都是one mode two mode 你把四键加进去 四键加进去的话 其实 在 在资讯的领域里面 实际上也不是资讯发明的 在这个 comodo领域里面 这个finance state machine 这个patch net 这些东西都可以把 事件跟node都把它放进去 甚至可以执行 那这个 那是比较完整的 但是 那些model 对social network来讲 有点复杂 而且 那些model 有时候它因为是 它理论上只能做小的 你碰到大的 太复杂的model 到 到social network里面 我node很多的时候 那就不容易model 所以 所以在social network 并没有在用那些了 那 data 我们看social network的data 那social network data里面当然都会 有很多的attribute 或有很多的subject 那这些 每一个 你看到这个就很像跟 跟一个这个 关联系资料库的table很像 那其实 到底要分成几个 这个也要在datamind里面 都会学过的 就是 在raw data 你要分到几个attribute 或者是 你到这个 data warehousing的时候 那有好多个 好多个dimension 那每个dimension 里面很多的attribute 那这个 那传统的 当然就是 最简单的 我用二维的table 就可以表示它 那 当然 如果 你要表示 这个 这一个subject跟subject 有没有连接的话呢 我用graph来表示它 graph的话就是 有连结是1 没有连结是0 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大家在演算法 里面都学过 这种表示法 那 那这个 所以 所有network的话 你如果在individual 来看的话呢 那你就看 我自己怎么样的 在locate在整个 整个network里面的 的 这个 呃 我在这里面 是在处在一个什么环境 代表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那 那是谁最重要 然后谁跟我最相识 所以就individual 来看的话 那这个 这个是我们要 也是我们要研究的时候 要找的问题 如果有 你看你有 等一下我看 你可以看到全 overall的view 你的data是什么样的 还是说 你是全 过来的data 看所有的 还是说你是 看到一部分 你看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data 那这个 这个在data mic里面有好多的 呃 做法 在social network里面都可以用 那但是 就social network 本身的话 那我是individual 还是system system system的话就看 whole pattern 就看整个这个 network 它的本身有没有什么特性 那这个 它的密度啊 等等 它有没有特别pattern 如果never analysis的话 通常 那是relationship 这个 个actor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它的tie 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 那 那 如果我要 我要抓这个data出来的时候 我要怎么抓 那这个snowball sampling 还有snowball snowball messer 就是基本上这个 滚雪球的这个方式 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这个 这个应该是那本 电子书上面有的 我想 这个好像 上次好像没有它 应该是那上面 那 那基本上 那 不管是这个 network study 或是non-network study 那 如果是non-network study 的话它是independent probability assembling assembling有取样 这个是independent independent的事件 那 什么是independent 什么是dependent 那我想就留给大家自己 几率 几率的那个自己去 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一点 但是 但是基本上 我这没有办法再review 那个部分 那 那如果是network 的话呢 那 那这个通常是在send boundary的这个下面 来看 那同样在同样的boundary 那你就等于是合起来 变成一个population 在这个里面取sampling 那这一开始 假设是这个样 那 所以你看像我们可以有 有班上的同学类 我们这个 95级的96级的甲班乙班 那这个 所以这有 boundary的这个概念 然后 那你的sample 你可以取在这个里面 那怎么取呢 那有一些关系 它多一些可能 你可以看到全部 就是all 如果看不到全部很大的 那就要去sample 那 你看到全部的话呢 就是把所有 所有的东西都通通 通通抓出来 那在大网路呢 不可能 那这个大 那 所以我们最常用的 刚刚讲的snowboard sample 就是snowboard master 雪球的方法 什么叫雪球的方法呢 雪球的方法就是 你 你不知道哪里下手 你就抓一点下手 像很多同学在做研究 做论文之后 我不知道哪里下手 我要等 我要了解写程式也是 我要全部学会 我才看好